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穿越千年 开启武师之旅 听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陈锤良 这个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七言绝句 提临安底 作者是宋代的林生 题目提临安底的底是官底的底 在这里是客栈的意思 本诗作者林生是宋代的平洋人 平洋是现在的浙江 他擅长诗文 西湖游览至于 这本书有收录最首诗 公元1126年 金兵攻陷北宋首都汴京 抓走了徽宗和清宗两个皇帝 中原地区全被金兵侵占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宋高宗赵构逃到江南 在临安即位建立南宋 可是南宋并没有吸取北宋王国的教训 没有发奋图强 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 反而苟且偷安 腐败无能 达官显贵 只会寻欢作乐 这首诗就是针对这种黑暗的现实而做的 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 作者在临安的一家客栈的墙壁上写了这首诗 是一首墙头诗 我给大家读一读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修 暖风熏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作变州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山外青山楼外楼 眼前的青山之外还有更远的青山 山山重叠 近处有楼台 远处也有楼台 西湖歌舞几时修 西湖上的鹰歌燕舞几时才能停止呢 暖风熏得游人醉 暖和的春风把游人酒客吹得神魂颠倒 只把杭州作变州 昏昏沉沉的 简直把杭州当作是变州 这首词第一句点出了林安城的青山重叠 到处楼台舞械的特征 第二句是感叹道 这西湖边醉生梦死的生活 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后两句是讽刺当政者 重情声色 通过杭州和变州的对照 表达了现在的杭州 还是和以前的变州一样的腐朽 整首诗构思巧妙 措辞恰到好处 只是冷言冷语的讽刺 不作谩骂之词 确实是一首高水准的讽刺诗 这是一首《泽起七言绝句》 我就以《七言泽起》的吟唱调 给大家吟一吟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各五几十凶 暖风寻得有人醉 只把舟作变中 现代作曲家高明德先生 为本师谱乐曲 我学唱一下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各五几十凶 暖风寻得有人醉 只把杭州作变中 谢谢您的收听 再会 明天加剧 极绝文笔 我们吟诵千年诗句 让人生自有诗意 古诗之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